盘点将夜中的九大绝技 第一滔铁大法 魔宗绝学 吞噬修行者血肉 以补强自身气息 贪婪好杀 是一种十分邪恶阴毒的功法 这种功法的好处 就在于不劳而获 吸食他人的修行成果为己所用 但需要吞噬对方血肉 十分恶心 就连魔宗之人都耻于修行 所以一度失传 后来被连生重新悟出 他吸食了不少人的血肉 可浩然的未婚妻剪笑笑 便是被连生用滔铁功法吞噬的 这才引出了可浩然 单剑灭魔宗的事迹 连生被可浩然囚禁在魔宗山门数十年 也是靠着这一功法 才得以生存那么久 连生元祭前 将这一法门强行传与宁缺 而宁缺在与修行了 灰眼大法的龙庆战斗中 一度落于下风 最后用滔铁功法 克制了龙庆的灰眼大法 将其击败 第二灰眼功法 脱胎于滔铁大法的一种 吸纳别人念力的法门 与滔铁大法同宗同脉 只不过经到门之人改造后 不需要吞噬对方血肉 单单通过眼睛 影响对方精神 就可以吸取对方功力 场面不会那么血腥 但是本质上还是歪门邪道 不劳而获的功法 相当于滔铁大法的低配版 龙庆就是靠着这个功法 吸干了半截道人 突破指之命境的 不过在滔铁大法面前 灰眼完全不够看 所以龙庆用灰眼与宁缺对战时 被死死压制 第三天下吸神指 只守贯的正贯绝学 这门功法的修炼者 一个是贯主陈某 另一个是他的儿子 书院十二先生陈皮皮 贯主修炼的功法庞杂 这门功法的威力不显 但陈皮皮一指 击败了号称知命以下 无敌的王景略 让其吐了半个月的血 就可见这门功法的可怕了 第四大河剑翼 柳白绝对是剑道历史上 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早年他在大河边 误得大河剑翼 炼剑三日 深周八千方位 无意遗漏 暴雨不能沾一 手段当时最强 让修行界所有剑师 看到了除非剑和御剑以外 一种新的可能 也把剑战提升到了一个绝对高位 柳白的大河剑翼 是不可多得的功法 纵剑万里 不及身前一尺 柳白的身前一尺 就是他的无敌领域 我身前一尺 是我的世界 即便是贯主和长教 也不敢站在这 第五 二十三年禅 魔宗绝学 书院三先生于莲 前身是魔宗最后一位 也是魔宗历史上最年轻 最天才的宗主灵物 他修炼的便是魔宗历史上 从未有人成功过的二十三年禅 修炼二十三年禅 一朝功成便能直接越五境 入第六境的天魔 但这种功法极难练成 相当于重新轮回 所以在最初修炼阶段十分虚弱 一旦发生危险 将毫无还手之力 幸亏这些年 三师姐一直有书院保护 才得以练成 平日里的余莲 一直隐藏实力 但她动动身法 便能困住七年 一招就将西陵长教 雄出墨废掉 可见这门功法有多厉害 总有人说 三师姐是女装大佬 其实她早已变成真女人 跟那些做过改造 需要用药 还会影响寿命的 肯定完全不同 第六号 天神灰 浩天神灰 可以通俗理解为 浩天的圣光 只有浩天的忠实信徒 才能领悟和借用 他们将原力纳入体内 转化成浩天神灰 为己所用 施展出来 就像一道白光 纯洁 无瑕 可以破除一切黑暗 这是浩天法则之下的 正规修行方法 而柯浩然用浩然剑 模拟出浩天神灰 一直被西陵认为 是亵渎神灵 为浩天信徒所不容 第七号燃器 书院小师叔 柯浩然自创的法门 也是她的成名绝技 修炼这门功法 需要引天地元气入体 类似于魔宗功法 搭配浩然剑战斗力 会获得极大提升 小师叔柯浩然 便是凭借此功法 步入顶尖强者行列的 他单人单剑灭魔宗 败到门 面对浩天也有一战之力 可见此功法的强大 书院后山弟子中 二师兄君末 继承了他的浩然剑 却没有修行浩然剑 所以未入魔 而宁缺既修行了浩然剑 也在和林生的战斗中 意外领悟了浩然剑 宁缺曾认为自己浩然剑大成 但是跟柯浩然的浩然剑相比 却是天壤之别 柯浩然的浩然气 可以一见通万法 但宁缺的浩然气 只不是将自己的身体强度提高 更耐揍一些 第八景字符 神符师颜色的成名神迹 是他以视景中纵横交错的 城市道路为根本 创造出的福意 也是他施展的 最为淋漓尽致的神符 一道腐败之命以下 无敌的王景略 还在和未光明的 浩天神灰一战中 平分秋色 可见颜色景字符的强大 第九人字符 剧版中的人字符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是颜色临死前 跨入天启境界看到的 这道符从南到北 横跨天际 颜色预言了 这道大符会出现 第二次是灌主杀入都城 宁缺在看到百姓英勇 赴死的场景后 领悟出了这道强大的福意 即长安城众生之力 将灌主打废 其实在原著中 人字符还出现过一次 那是灌主破而后立 进入清静境 并集起了七卷天书 准备重新开天 宁缺在天女的力量下 看到了整个人间 感应到了人间 亿万人类的信念 最终领悟了完整的人字神符 将沉谋击杀 除了以上这些功法 原著中还有很多神奇的功法 比如 讲经手作的金刚不坏 与大帝相连不离不弃 书愿大先生和二先生联手 亦不能破 天女将其踏入大帝 讲经手作虽辛苦 却依旧不坏 讲经手作 还有一项神通叫做炎出法随 出佛炎以法随 自成佛国 以赈非佛者 讲经手作 就是用这招破了 宁缺的原石三剑 破了大先生李漫漫的无惧 而李漫漫 对上这招炎出法随的时候 也领悟出一项神通 叫做紫约 不仅破除了炎出法随 还顽念天语大神观 李漫漫说 自己不会打架 只是性格使然 不愿意学而已 实际上 李漫漫学会打架之后 可是很猛的 还有天晴宗天下 行走七念所修行的闭口禅 修行方式十分奇特 需要将自己的舌头吞吃入腹 不再开口说话 剧版中并未明显展示其威力 但在原著中 修炼了十四年闭口禅的七念 在烂科寺破功 对付宁缺时 说出口一个极字 便导致整个古寺地面震动 倒在血泊里的人都被震至半空 电雨墙面出现无数裂痕 然后佛电垮塌 变为废墟 可见也是威力极大 最后 便是书院的君子不弃义了 君子不弃 执意过来的解释是 君子不应像弃具那样 作用仅仅限于某一方面 书院的规矩 就是没有规矩 所以君子不弃 正是应了书院没有规矩的格局 这套君子不弃义 正是夫子所创的绝学 原著中就曾含蓄地提起 夫子曾经传授过 小诗书君子不弃义 而后山弟子中 晋晋极快的大师兄 剑法高超的二师兄 和魔宫惊人的三师姐等人 没有一个学会的 反而是后入门的陈皮皮 和宁缺学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